在台灣50歲以上的人口中 80%都有動脈硬化的情形 當血管嚴重阻塞時 就需要透過手術 避免心肌梗塞的危機 心臟裡面有三月大血腦都堵住了 要做到手術才能夠一勞永遠 僅接受手術 疾病控制只做了一半 沒有再去搭配一些 實際的腹肌運動訓練 那功能是不一定會回來的 健康暴女之邀請跨科醫療團隊 給慣性病患者完整守護 大家好 歡迎收看健康暴女之 我是蔡文鑫醫師 心臟血管疾病是台灣十大死因的第二位 而其中又以冠狀動脈心臟病為最大中 過去用藥物治療以及手術方式的治療 都有不錯的效果 可是如果術後不積極的改變生活型態 疾病是有可能會復發的 有鑑於此 台北慈激醫院的心臟內科外科 以及復健科三大科的醫師 聯手接力合作 共同為患者找回健康 而究竟這個復健科在心臟疾病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我們今天的節目特別為您邀請到 三位醫師以及病友 來一起幫我們分享 首先要幫您介紹的是心臟內科 詹世榮醫師 大家好 歡迎詹醫師到我們的節目來 第二位是我們復健科張義偉醫師 大家好 歡迎詹醫師 第三位是我們的心臟外科徐展楊醫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第四位來賓是我們的病友 呂學志先生 大家好 呂先生 聽說您是意外發現 自己有心血管阻射的毛病 對 我平常是覺得沒有什麼感覺 就是也不會有什麼生活不方便 但是有一次就是 我去年的時候覺得要 脊椎有點骨刺 想要開刀 後來他發現說 前年跟去年的心臟血管的照相 有缺氧現象 所以建議我再詳細檢查 結果才發現我的血管 堵塞非常嚴重 就建議我要看要放支架還是要開刀 所以你在意外檢查座前其實完全是沒有症狀 對 沒有 前面都沒有什麼症狀 除了偶爾會喘一點以外都沒有什麼症狀 術後的恢復狀況怎麼樣 其實都很好 但是還是要運動 運動才可以 沒有運動是 結果就是更沒有什麼 沒有精神的 徐醫師 我知道旅先生是您手術的 過去您在看病人的過程中 什麼樣的病人你可能會直接建議 他做心臟繞道手術 而不是心臟管手術的這個選擇 接受繞道的手術來治療呢 還是說做心臟管放個支架 那一二三代表叫做一就是說 建議病患接受的治療是一 那二的話說可做可不做在中間 那如果說是三的話呢 就是說不建議做對病人可能是有害的 那這些研究告訴我們其實在一條血管阻塞 超過兩條 三條 就是病隨著左下降肢的阻塞的話 我會告訴病人說 這個應該要接受手術了 因為我們帶給您的效益是一勞永逸 而且是可以立竿見影的效果 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外科手術在進行治療的時候 我們繞道手術 我們是給病人一個新的血管 一個新的血管 可能取腳的靜脈 可能取胸骨下的內乳動脈 做一個直接一個新鮮的血 就用這個新的搭橋 直接灌注到肌肉裡面 那就做這些阻塞的病變 做一個繞過去的 我們就不理他了 那這些帶給心臟的灌流 是立竿見影的 呂先生是我半年前開的一個病人 大家看他氣色非常好 不會敢相信他半年前 才接受這個開心手術 心臟手術不怎麼痛 那相對於開肚子 要等排氣 不敢下床 呂先生在第二天就回到普通病房了 那第三天在普通病房就可以下床走路 那有的時候病患問我說 醫生你開給我那麼多顆止痛藥 可不可以不要吃了好不好 因為就不怎麼痛 那根本不需要 對 不需要 謝謝徐醫師給我們這麼詳細的講解 那剛剛徐醫師跟我們分享的 其實主要是外科手術的一些優點 但這樣我知道說 有一些人可能沒有那麼嚴重 或是種種因素 也許就選擇了一個心導管手術的治療 那我們知道他的侵入性 就是沒有傳統的手術這麼大 而且傷口比較小 也許恢復期也比較快 可是像這樣子 接受心導管手術這樣的患者 那詹醫師你有沒有建議 就是說訴後 還是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項呢 是的 心導管手術 或是說氣球擴張放支架 當然他是一個傷口小 比較非侵入一個治療 但是我想為了讓病患之後 能夠再下降 他心血管再發生的機會 我相信還是有兩件 很重要的事情要注意 第一方面當然就是藥物的控制 適當的藥物控制 尤其是不管是 接受繞道手術或是放過支架 我們要配合抗血小板藥物的治療 降低血管再有一些狹窄的問題 那當然病患如果有核併 本身有高血壓 糖尿病 或是膽固醇過高的問題 那藥物的控制也是必須的 那第二大類比較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實就是生活型態的調整 那尤其是有抽菸的病患需要戒菸 那病患必須要有個良好的生活作息 適當的睡眠 那均衡的飲食也很重要 那其實我們常常忽略的一件事情就是運動 因為要健康就要動 所以運動對一個心血管疾病的病人來講 癒後也是影響非常大的 以心血管疾病的病人來講 他其實治療完之後啊 其實他還是要適度的運動 因為我們傳統的觀念來講 這種重大疾病之後 尤其手術之後通常會建議休息 但是休息是沒錯啦 但是不建議休息太久 通常來講心導管手術 心導管治療的病人的話 大概休息大概兩週之後 應該就可以開始 從事一些簡單的復健訓練運動 那如果是像剛剛徐醫師講的 那個冠狀狀斷繞到手術的病人 大概是手術完大概三到四週 大概看傷口的復原狀況 大概就可以開始做 簡單的復健訓練運動 那為什麼會要強調做復健運動 那其實經過過去這三四十年來的研究發現 其實事實上復健運動 其實會降低他這群病人 後續再發心臟病的發生率 會減少他心臟血管再再阻塞率 同時會有些附帶的好處 像是他會幫助病人有一些體重控制 因為有些我們知道肥胖 其實也算是心血管疾病的 一個耗乏因子之一 所以體重的控制 一直大家都很頭痛的問題 其實你透過適當的運動 再加上飲食的控制 其實都可以瘦下來更多的體重 所以李先生 你是不是轉出加護病房之後 隔天就可以下床活動了呢 那活動的時候 會覺得喘或是特別不舒服嗎 他說就走很慢 不會不舒服 但是就是不能太快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體力不會很好 不過隨著時間過去就越來越進步 對 越走會越多了 心肺復健運動 究竟是什麼樣的進行 可以對患者帶來什麼好處呢 我們透過下面這段健康特殊站 一起來了解一下 70歲的呂先生正在接受 每週兩次的心臟復健 剛開始的時候也是會擔心 每天都在做 慢慢就恢復了 一換就對我有好處 一個多月前 他才因為冠狀動脈嚴重阻塞 接受動脈繞道手術 當病況穩定後 外科醫師將他轉介到腹健科 接受後續的治療 其實走路就算運動 然後等於體力比較好之後 我們會加上一些 像是下肢的腳踏車的訓練 甚至到最後還會去走一些階梯 復健前醫生會替呂先生 進行心肺功能檢測 了解身體的狀況與運動耐受力 並且設計一套專屬的心肺復健處方 處方中會設定每次復健時的 強度 時間 最大心跳等數據 能夠確保在安全範圍內 增強心臟與全身肌肉的力量 達到有效復健的功效 開刀的手術 還是心導管的術後的復健訓練 其實都會加速他們的復原 其實他體能會比完全沒去做的 大概會好了百分之三 四十以上 再住院的次數 以及心臟病復發的機率的話 只有每做的三分之一左右而已 運動時血管會釋放出 一氧化氮等物質 能夠抑制血酸 增加血管彈性 提升功效 而規律的運動也能夠減少 心血管疾病的危險因子 研究證明 接受三個月的心臟復健 可以降低二十到二十五的死亡率 心臟復健不是一陣子的事情而已 它是一輩子的事情 它透過著你生活習慣的 一個永久的改變 它才能夠去改善你之後的 整個身體 心理的狀況 然後甚至會減少你心臟病復發 或者是死亡率 呂先生經過三個月的運動復健後 從一開始走幾步路 氣喘呼呼 現在已經能夠恢復到正常的生活 治療之後 再加上復健運動 能夠有效的降低心血管疾病的 再發生力以及再住院力 那為什麼復健呢 能夠帶來這麼大的好處呢 我想請教張義偉醫師 謝謝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如果比較一下 復健運動訓練跟沒有運動的話 如果是以兩組來比較 之前有一個研究就顯示 如果你經過六個月的運動訓練 那跟完全不運動去做比較 你的心肺耐力大概增加26%以上 那心臟再發生率 幾乎是另外一個不運動組的三分之一而已 這很明顯的有差別 那再住院率幾乎也是 另外一組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而已 所以其實運動訓練的好處是顯而易見 那透過這些研究 我也告訴我們要強調心肺復健 在治療之後的這一塊角色 那到底為什麼復健這麼有效 對 那我們剛剛講的是結果 我們結果看起來是很有效 那有些人可能就會問說 那它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那其實就有更多的研究是顯示說 我們透過適當的復健運動訓練 其實我們的血管 會刺激我們血管本身 產生液氧化氮的分泌 那液氧化氮這個物質 其實過去這幾年來 都算是一個非常紅的一個物質 那大家研究顯示 血管內皮細胞 自然產生液氧化氮的話 還可以促進我們血管的自然擴張 那擴張自然你的血管通過的 就比較不容易阻塞了 對 比較不容易阻塞 那另外它還有一個抗發炎的角色 心臟血管的內皮比較少發炎 自然它再阻塞的機會 也會變得比較少 對 那這就是它背後 我們為什麼做復健訓練 有可能會 為什麼會造成它這些心臟病 在發生率的下降 以及在住院率下降的 一個重要的原因 那我們看到就是說 你們從事的這個心肺復健運動 可能就是騎腳踏車嗎 可是那患者可能會問說 那這跟我在家裡 自己騎腳踏車有什麼不同 為什麼還要大人跑到醫院來做呢 對 主持人問這問題實在非常好 因為我們遇到10個病人裡面 大概有9個病人 都會問我同樣的問題說 我可不可以自己在家裡做運動就好 不要這麼遠來醫院 然後花時間 然後甚至再花金錢 來做這樣的復健訓練運動 那通常我會用兩個面向去解釋 一個就是安全性 那另外一個就是有效性 那因為在醫院做復健運動 其實我們不只是提供這些訓練器材場地而已 其實我們還有一些像是無線心電圖 那血壓監測 血氧監測 心跳監測 讓他們在運動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及時知道他身體的狀況的變化 那這些東西在家裡是沒有的 那其實大家在心臟病後 其實最擔心就是會不會 運動會不會再產生新的心臟病發生 那透過這些儀器監測 其實我們就可以安全地讓病人 是做有效的運動 那第二個就是有效性 因為人都是有惰性的 那通常在家裡做運動 常常會做到最後變成三天打魚兩天曬亡 就慢慢慢慢 大概就對自己就越來越好 就越來越不去運動 但是如果你來我們醫院做運動 有一個專業的治療師 在旁邊監測著你 督促著你做運動 你大概就很難去放棄 那他除了會給你做運動的訓練之外 他也會觀測你進步的部分 慢慢加強你運動的強度 那這一部分其實在家裡 也比較難去做到 雖然來醫院就是他的安全性 有效性好像顯著提高 可是真的有病人如果告訴你說 張醫師我真的住得好遠好遠 我沒辦法一個禮拜來兩次運動 這時候該怎麼辦呢 對沒錯這也不是常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 因為有很多患者其實常會慕名而來 我們醫院做心臟手術的治療 或心臟導管的治療 可是治療完之後呢 他們我們都會建議他做心臟復健 可是很不幸的就是他們住得真的比較遠 他們可能通車的時間就長達快一個小時 這樣其實以復健的效益來講就很低 如果你坐車一個小時來 再坐車一個小時回去 你大概坐個一兩次 你大概就不想再來 那這時候我就會詢問他大概 他居住的範圍大概是在哪 是在都會區還是在比較郊區的地方 如果是在都會區的話 我就會轉介給適當的醫院 通常是醫學中心等級的醫院有在做心臟復健的 這些醫院的醫生去接手做後續的運動復健訓練這樣子 那如果他真的是住在很深山的地區 像烏來 平寧深坑 那些比較深山的地方 那我們就只好變通 我們就用就是可能平均兩個月來醫院做一次運動測試 那我們就知道他的進步的狀況 那剩下的時間我們就衛教 就告訴他說在家裡他要怎麼去做運動才會有效 才會安全這樣子 謝謝張醫師跟我們講那麼多 那我接下來想問呂先生 我知道說您就是有到我們醫院很認真的做復健 那做了這個心肺復健運動之後 您目前覺得效果如何呢 我覺得效果很好 因為我開始的時候 以前我在運動的時候都其實也是 我要去跑一下 到最後就是還是沒有恒心 你是說在心臟手術之前 對 那術後的呢 復健的這個過程以後 我就覺得說我比較穩定的會想要運動 覺得身體比較輕鬆 所以我覺得 就是那個復健這個動作很好 那您現在的體力有沒有覺得恢復的比以前手術前還要更好呢 有其實是比以前更好 可以走更遠的路 所以其實手術不但沒有對你的身體造成傷害 加上加上術後的復健把他更好 對 所以您看那個徐醫師啊 你看不管是從研究的資料啊 甚至您個人的這個臨床經驗 還有剛剛病友的分享啊 都發現說心臟手術之後加上這個復健運動 成效好像非常好 那除了剛剛各個醫師還有病友的分享之外 還有哪些好處呢 那其實像術後一旦病患回到普通病房 那我在查房的時候我就很嚴格 其實這些都是所謂的一個道具 這個就是請病患直接在床盤直接吹給我看 這個就是一個訓練肺活量的一個機器 因為它就是客觀的記錄 病患在術後肺活量的一個進步這樣子 那可以有效的避免一些痰啊肺塌陷的一些併發症這樣子 那在門診追蹤的過程中 我主要觀察到說第一個可以生理層面上來講 那病人我們手術可以改善他的症狀 心腳痛或者說心臟衰竭 那我們恢復了他的心臟肌肉的冠流 那連帶的心臟收縮力也變好了 那相對來講肝臟腎臟整個身體就功能就變好了 所以整個人像是脱胎患苦一樣這樣子 那這是生理層面 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是一個生活態度的一個改變 所以運動對病人就是有生理跟心理層面 兩個方面的雙贏的層面 那接下來想請教詹醫師啊 就是剛剛像許醫師他們在心肌梗塞的病人 都是採取手術嘛 那目前有一些患者其實是透過心導管 也許做放了一個心臟的支架 也許做了一個氣球的擴張術 那因為心導管侵入性低 很多患者其實當天他就可以出院了 可是這一些患者 為什麼你們還是會建議要去復健科 做一個心肺的復健運動呢 是的 一般來講我們用導管的方式打通血管之後呢 其實一兩天病患都可以回家 那但是其實雖然我們把血管打通 但是病患他因為心肌之前有一些缺血 血流不通的現象 其實多少都會影響到病患的一些心肺功能 那他的活動力可能相對也下降 那我們做心肺復健的目的 其實就是要讓他找回更健康的自己 那尤其像剛剛張醫師提到這麼多 其實心肺復健是真的能夠對病患的 未來的一些心血管事件啊 或是說在住原理是我們也可以來下降 那我們轉介的目的其實一方面是半推病人一把 就是半鼓勵他 因為希望他能夠透過復健 讓他能夠更健康 所以我們現在知道就心臟血管好像只要有阻塞 我們心臟功能就會受到影響 那所幸就是有這種內外科可以聯手 不管是用手術心導管都可以獲得很好的治療 那術後其實就是復健好像聽起來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那張醫師你有建議什麼是最好的介入時機嗎 一般來講的話手術之後或導管術後病人 我們大概在病房的時候有機會的話 我們就會及早介入 讓他及早下床等他傷口比較相對穩定之後 我們就要把他約回復健科的門診 然後幫他安排心肺復健的運動訓練 以及心肺復健的測試 那測試的目的的話是讓我們知道 他現在整個心肺狀況是怎麼樣 那根據他測試的結果 我們再根據這個患者去量身打造一個 適合他的心肺復健的過療程這樣子 那麼一般有沒有建議說這些患者 可能要進行多久的復健運動呢 一般來講的話平均來講 這種心肺復健的話 大概需要三到六個月左右 但是也是因人而異啦 對 因為像呂先生他這麼一個 非常模範的一個病人的話 其實他不到三個月我們就已經讓他畢業了 因為他做完的測試顯示他已經超越一般 同年齡人的一個心肺的水準了 對 那三到六個月大概是一個合適的區間 因為透過這三到六個月的一個訓練 病人本身他的心肺功能已經達到一個 相對穩定的一個高原期 那病人本身在家裡 也會經過這三個月到六個月的自我訓練 因為除了他每個禮拜來醫院復健兩到三次 其實剩下的時間他在家裡還是要運動的 那透過他這段時間他自己在家裡 也有運動的自我訓練 所以他們已經抓到運動的一個訣竅 以及如何有效安全去做運動 他們接下來的話我們就會讓他畢業 畢業回家不是就不再運動 畢業回家就是繼續運動 只是自己去找自己生活周遭的一個運動環境 持續有效 然後持之以恆運動 這才是為什麼他可以降低他日後 心臟病再發率 再住院裡 以及增加他的壽命的一個有效的原因 透過這個心臟內外科以及復健科的醫生 我們知道心血管疾病 除了透過藥物的控制 手術的治療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要術後 還要持續接受這個復健的運動 要調整自己的生活形態 才能夠避免這個血管再度阻射 而我們臺北慈激醫院 透過這個跨科別的團隊合作 讓這些患者可以重新開始 今天非常感恩四位來賓到我們的節目來 也非常感恩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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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